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快速浏览一下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几个热点事件 从选举制度的变革 政策辩论的激烈对抗 到选民对选举改革的支持 美国的政治生态可谓是反复多变 接下来往将带你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看到内部拉斯加州的选举人票制度改革受到了瞩目 特朗普正试图推动一种更有利于他的选举人票分配方式 而在政策辩论方面 拜登和特朗普围绕移民和堕胎的政策再度展开激烈对抗 这些议题无疑将成为选民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另一方面 威斯康星州的选民对选举运作改革表示支持 这反映出公众对于选举透明度和公正性的高度关注 而在其他新闻中我们看到了法律战政治角逐 以及环保计划的推进等多元复杂的社会面貌 从联邦法官和特别检察官对总统记录法的不同解读 到共和党内部的政治挑战 再到探捕或试点计划的考虑 这些事件展示了美国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同时伯尼桑德斯将与拜登一同宣扬降低处方药成本的计划 这预示着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将注视医疗保健议题 今天的新闻简报就到这里 美国政治的每一步变化都可能影响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格局 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选举制度的变革政策辩论的激烈对抗 以及选民对选举改革的支持 都在近期的新闻报道中占据了头版头条 从内部拉斯加州的选举制度改革 到拜登和特朗普之间关于移民和堕胎的政策之争 再到威斯康辛州选民对选举运作改革的投票 这些事件都展示了美国政治生态的繁复多变 《华盛顿邮报》称 内部拉斯加州的立法者正面领主 由特朗普所推动的 改变州选举人票制度的压力 这个提案旨在增加特朗普在紧张竞争中 赢得选举人票的机会 内部拉斯加州是美国仅有的两个可以分割选举人票的州之一 特朗普支持的是一个赢者全拿的系统 州参议员约翰卡文娜表示 民主党人坚决支持保持选举人票的分割 这是内部拉斯加州特有的一部分 同样在《华盛顿邮报》的另一篇报道中 移民和堕胎成为了拜登和特朗普再度对决的焦点议题 特朗普正利用拜登在处理南部边境问题上的不加之之欲 而拜登则强调特朗普在推翻罗素韦德案方面的作用 移民问题近几个月来对选民变得日益重要 现在是影响美国人选择总统的头号问题 特朗普使用末日般的言辞来描述边境情况 而拜登则指责他妖魔化移民并利用悲惨案例 民主党人也试图将焦点放在堕胎上 这一议题在中期选举和随后的特别选举中 一直有利于他们的党派 此外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威斯康星州选民队于选举运作改革的支持 选民通过了两项修宪 使得县级政府更难以使用外部支持来进行选举过程 这些修正案是为了回应一个名为科技与公民生活中心CTCO的组织 在新冠疫情期间提供资金支持给选举官员 以帮助安全进行选举 大部分资金来自于非索德CEO马克扎克伯格的捐款 这些报道揭示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些关键趋势 选举制度的改革 政策辩论的激化 以及选民对于如何运行选举的深刻关注 无论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选举人票制度改革 还是围绕移民和堕胎的政策之争 亦或是威斯康星州对选举运作改革的支持 都反映出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 选民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寻求改变 希望以此来应对当下以及未来的挑战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一场引人注目的法律对决正在上演 其背后的主角包括联邦法官Eileen Ng 和特别检察官Jack Smith 以及前总统Donald Trump 华盛顿邮报报道 这场对峙的焦点 在于对总统记录法PR的不同解读 而这一解读差异可能对Trump的案件产生重大影响 看当法官提出了基于两种情境的陪审团指导建议 这可能会让人误以为 Trump持有的机密文件实际上是他的个人记录 一个许多专家认为荒谬的想法 Smith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并多次呼吁看安法官迅速处理此事 甚至暗示可能向第十一集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这场法律战的结果将如何 目前仍充满未知 另一边向《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一场政治角逐 这次是在共和党内部 美国国会中第一位乌克兰出生的移民议员Victoria Sparks 面临着来自Chuck Goodrich的挑战 Goodrich是其竞选广告中猛烈抨击Sparks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指责他将乌克兰的利益置于美国边境安全之上 所否认这些指控 并在其广告中反击故吹去天坦中国 这场初选挑战不仅凸显了共和党内 对于是否继续支援乌克兰的分歧 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和对外政策的争议 在环保领域 Yousay Beryl县委员会正在考虑一项创新的炭补货试点计划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这项计划由韩国公司Low Carbon提出 旨在将该线的废物能源厂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转化为碳酸钙 该计划兑现政府来说无需任何成本 且在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上将进行表决 这不仅是一项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计划 也可能成为其他地区模仿的范例 从法律对质到政治角逐 再到环保计划的推进 这些事件展示了美国社会多元且复杂的面貌 无论是国家安全政治忠诚还是环境保护 每一项议题都牵动住公众的关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华盛队邮报的一篇文章到的一篇文章中 我们看到了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因为拜登总统在复活节周日认可跨性别可见性日 而指责他对基督徒表现出完全不尊重的情况 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 只赢得了55%的基督徒选票 特朗普的支持主要来自白人基督徒 尤其是白人福音派新教徒 而不是更广泛的基督教群体 此外许多基督徒 辱黑人新教徒并不支持特朗普 对于那些被可见化的基督徒的观点也不太热情 同样在华盛队邮报中 我们遇到了华盛队州都队的边风贝克马伦斯廷 他的家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三角洲拥有土地 尽管他的祖父经营的乳品农场早已不复存在 但马伦斯廷家族现在在该地种植啤酒花蔬菜和养羊 家族还共同拥有巴尔塞布营酿酒厂 该酿酒厂使用农场种植的啤酒花 马伦斯廷从小在农场的生活让他学会了工作的道理 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雅虎美国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保守派最高法院 支持了堕胎权利和娱乐性大妈的使用 这一决定让共和党立法者感到不悦 法院推翻了一项判定州隐私条款 适用于获取堕胎服务的三五年历史决定 他们还批准了将堕胎权利打入州宪法和允许娱乐性大妈使用的提案 共和党人包括该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要求法院阻止这些提案 在六到一的裁局中 法院批准了一项在15周后禁止堕胎的禁令 这将在一个月后触发更严格的六周禁令 共和党已经有呼声要求更换一些法官 这三篇文章展示了美国当前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特朗普对基督徒支持的夸大 到一位NH球员与家族农场的深厚联系 再到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州面临的法律和政治挑战 这些故事揭示了美国社会中的不同面貌和观点 最新的2024年选举新闻 伯尼桑德斯将与拜登一同宣扬降低处方药成本 《华盛顿邮报》 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将与总统拜登一起 推广一项旨在降低处方药成本的计划 这次活动将在白宫举行 预计将成为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谢谢您的收看 请大家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5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